算表部分,程式我把它放上來 其實主要是更新資料 至於要怎麼操作 也許自己可以再想想看吧 其實還蠻多地方可以用的 最關鍵就是這個65001 有沒有 還沒切 65001這個地方 可能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在第二個這個部分 02部分 再來03的部分 我們要抓取網路資料 所以前面的範例都是在抓取 CSV、XML、Json 或者是說你提供CSV 當然Google目前它沒辦法提供XML 也沒辦法提供Json 假設客戶端一定要什麼XML或Json 可能就只能用自己架個NAS 當然又另外一個方案了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就抓取網路資料 特別注意 因為抓取網路資料 其實也有簡單有複雜的 所以我目前先找一個相對於 相對比較簡單的一個範例 如果說 大部分 假如說類似像這個案例 你要抓取就比較簡單 所以我拿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當成一個範例 首先的話我們這邊有個連結 我找到一個叫大樂透的歷史資料下載 首先底下有個網址 這個叫樂透雲 點擊之後你會發現這個網頁 它的規則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個網址 它的網址叫atbs 然後它網址 triplew 什麼樂透1-8 然後後面的話呢 這個斜線之後後面就會有個什麼 list 樂透 bk 後面點ASP 所以它其實用的技術是 就是叫ASP的一個技術 這個ASP的技術 距離現在 大概應該已經有25年左右的時間 這個技術 其實大概跟VBA差不多一樣古老了 居然現在還有人在用 而且這個ASP裡面的語法 蠻多跟VB 其實它就是VBscript的延伸 其實很多地方VBScript VBScript 蠻像的 它的規則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這個它的程式 所以程式名稱在這裡 這個它的程式 後面加個問號指的是說什麼 它後面要傳遞什麼樣的參數 有沒有 傳參數 那參數名稱的話就indexPage 等於1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參數名稱叫indexPage and 第二個參數的名稱叫orderby等於new 所以基本上就是傳兩個參數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要歷史資料的話 你可以往下捲動 你會發現它是從2020年的10月27號 禮拜二 那就是昨天嘛 昨天開獎 有沒有 開獎一直到往下的話 你會發現它每一週 禮拜二、禮拜五都有開獎 但是它會分頁 所以你會發現第一頁 第二頁的話就在往前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資料呢 就會indexPage等於2 還是要orderbynew 所以如果說今天我想要抓什麼 抓這裡面的資料總共有幾頁 總共有60頁的話 一直抓 第一期的話是2004年的1月5號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邊的資料 從第一個page到第60個page 全部幫我抓下來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首先你可能要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60 剛剛是1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寫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60 然後把這一個字串裡面加一個變數就好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 所以其實這概念蠻像的 那我們有60頁嘛 所以我們也先不要太大 你先練習先做一件事 先把第一頁抓下來 有沒有 就跟我們之前下載那個 那個什麼 json檔案一樣 我們先抓第一筆 第一筆抓了下來之後 底下不是有153嗎 所以你在跑一個什麼 跑一個回圈 那再把同樣的方式串在裡面 也許也可以寫個共用的sup 讓它傳參數過來 傳什麼參數 也許你就傳這個參數比較好 還有哪個參數 因為你下載的話 第一次下載到A1 第一個位置 在下載的話 再來就要下載到A1的最下面的一列 加1嘛 所以可能有兩個地方 其實還是列的位置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先找到IndexPage等1 你可以利用什麼功能呢 這個功能的話 Excel裡面應該各位都有用過吧 一樣我再開一個新的 開一個新的 這個Excel檔 然後呢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功能 在資料裡面有個從Web OK 所以這邊主要從Web的話 就從網路上抓資料 從Web裡面的話 你只要把剛剛那個網址複製 然後呢 直接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上面的地址的位置 就是UIL啦 把它貼到 按個到就可以了 那因為它的那個網頁 裡面有一些跟這個 瀏覽器 其實它就是一個A1瀏覽器 把它牽進來而已 先把按4就好了 反正就讓它一直 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哦 你會發現這個網頁就進來了 那這個 從Web的話 主要抓什麼呢 特別注意哦 它主要是要抓哪一個table哦 所以特別注意哦 只要是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這個符號 表示是第一個table 第一個table 第二個table 第三個table 第四個table 所以你只要打勾就可以了 那其實也是 就是之前我們有在錄那個聚集的時候 你們還記得吧 有一個物件叫querytable 其實querytable主要是講這個 它會幫你query查詢 table就是第幾個表格 那我把這個打勾 然後賄賂就可以了 賄賂到哪裡 A1按確定 這個時候它就幫我把資料下載下來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我需要什麼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總共六十個 那我該怎麼做 所以哦 請你用什麼 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OK 那錄下來之後的話 同樣的方法 其實錄完之後的話 我們這邊一樣 假設錄製完 那你會發現哦 它錄完的那個程式碼 會長也是一大串就對了 最後的話呢 可以把不需要的地方把它刪掉 留下什麼 留下這些就可以了 所以哦 你可以錄製什麼 錄製一個叫做大樂透下載 然後最後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它本來一堆的參數 就跟我們之前下載CSV一樣 最後跟各位講 全部砍掉沒關係 留下幾個地方的參數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試過了 有沒有 每個都要試試看 還有啊 上面那個為什麼可以砍 你可以按一個bar 去查一下這個屬性如果不需要 就把它拿掉 那哪些需要呢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們比對一下 跟那個下載CSV哪裡不一樣 其實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地方 有沒有還記得吧 一個是 對一個是TEXT有沒有 一個是URL 所以哦 以後甚至如果你假設不想重新錄製的話 你乾脆直接拿範本來改就好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那個網址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index page等於1 然後一樣留個 destination 這個慢慢大家都看得懂 destination這個地方 放在哪裡 A1 然後呢 web formatting這邊的話 這個可能要 為什麼 web formatting就是 網頁上的格式要不要順便帶下來 那我這邊選擇不要 web formatting等於num num就沒有 不要哦 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 web tables 什麼叫web tables 我剛剛特別強調 打勾的那個有沒有 它是算第幾個 我剛剛好像少數一個 應該有五個 所以第五個 有一個 所以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我可能沒數到 反正只要有一個打一個勾 它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五個 來幫我下載 最後就打refresh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要下載 再下一個的話 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這個index page等於2嘛 但問題哦 這個數字可能要變更 現在是1對不對 那你可能要什麼 Ctrl向下 變成你要放到這裡 這裡的話是92嘛 所以當然你手動改一下 92 比如說這邊改成2對不對 然後這邊改成92 下載 有沒有 就是現在再下載 這邊再改成3 這邊再往下追蹤 可是問題啊 你當然不是叫你這樣做啦 你只要怎麼樣 寫個回圈不就好 所以哦 第二步的話 我們可以拿這個來做修改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OK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因為錄製劇集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那個細節 我就不再重新錄製 你們可以試試看 錄製劇集名稱叫大樂透下載 然後先錄一個 那留下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只有 主要就是web formating 等於這個formating等於num 還有web table等於5 最後refresh就固定一定要的